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6号 现在呢外面阳光明媚 春天呢已经来了 并且我看到网上说呢 国内关于新冠病毒的这个形势呢 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 至少在我住的城市 在国内我住的城市呢 已经有连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新增病例了 但是呢在瑞士以及欧洲呢 这个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因为这个确诊病例的人数呢 一直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是呢在瑞士呢 大部分的瑞士人们呢 都认为呢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流感 或者是比普通的流感 更严重一点的一个流感 所以呢在瑞士呢 是所有的商铺呢 都是照常营业 人们呢也是照常工作 学校呢也是照常上课 在超市呢也没有发生 风抢的现象 所有呢物资呢都拒全 所以一切呢都像平常一样 就是跟平常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一模一样 只是在个别超市的门口呢 会放置一个手部消毒液 但是呢也不是强制消毒 是自行选择 你是否要进入超市之前呢 所以呢我学的现在这个情况呢 不是那个政府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然后也不是这个资源够不够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们的观念问题 就是淳朴的瑞士人们呢 就是即使在看到网上这么多消息之后呢 还是坚定的认为呢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流感 但是我呢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呢 我能做的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不妄言 然后不传播虚假消息 然后尽量减少外出 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然后呢回到家里一定要洗手 勤洗手 做好手部的消毒工作 但是呢现在在瑞士呢 各大药房就很难买到口罩 以及那个手部的消毒液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在家里呢 自制一款手部消毒液 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 一个关于手部消毒液的一个方子 那我们就开始吧 浓度为96%的乙醇 双氧水 干油 晾凉之后的白开水 我打算制300毫升的洗手液 这是一个350毫升的瓶子 这是250毫升的酒精 然后再放双氧水 12.6毫升的双氧水 再放入4.5毫升的干油 把干油和双氧水的混合物 倒入到酒精里面 三十三毫升的白开水 三十三毫升的白开水 盖上盖子 轻搅几下 另外就是自制的手部消毒液就制好了 然后要再给它静置72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很简单吧 那你们如果需要的话 也在家里自己试着做一下吧 抵御性型冠状病毒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强身健体 增强身体免疫力 对 所以今天呢 我要和这位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我们就去换装吧 换装完毕 现在我们开始吧 像一棵海草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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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飘摇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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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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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海浪尽讨 我有我乐逍遥 你别挨着我 还要挨着你 你去挖 交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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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做第八号广播体操 原地踏步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 移动伸展运动 我们就以这棵美丽的树作为起点和终点来跑步 行吗 这是起点也是终点 我们跑过去再跑回来 好 规则 如果再跑我不能跳 这样弄得这么大 不能跳 不能开始跑的时候抓着人 然后往后拉 不能拉人 对不能拉人 不能拌倒 给我如果这样 跑得更快 我可以用 但是这个我是瞎说的 所以你不要这么跑 三二一 走 再一次 我这是万苏宝 第一局我赢了 我这是万苏宝 第一局我赢了 第一局我赢了 三二一 go 你根本没有用 我赢了 我们这次是一块冲过了终点 所以你觉得累了 我让你一米 行吗 你往前站一米 第三局 我觉得你在等我好不好 你为什么等我呢 你看一直这样 跑到哪里 你为什么不用出你的全劲呢 好吧 第四局 你搬回来一局 忍着神贵 二二 二平 二平二平 外面现在起风了 然后我们应该回家了 还有如果大家有一个新的主意 我们可以玩什么 就记得在留言里告诉我 留言里告诉我们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